那名歌姬是侯爷的人 看来沁方阁那一幕是有人故意而为之 敢问官爷发生了何事啊 禀州府日前溜佐一名朝廷药犯 本王现在怀疑 你们这戏班子混入了一名朝廷药犯 王爷 私藏罪犯乃是重罪 小人万万不敢行刺 忤逆之事啊 本王不会为难你们 藏羽没藏 一查便知 宝宁 跟我回家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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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能够顺利离开丙中 多亏了侯爷相助 我只是顺手帮忙 真正出谋划策的人 是保念你自己 若不是你将每一步都算计在内 恐怕此次出行 并非会这么顺利 侯爷肯借人给我才是关键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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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红大人府上 然后通知王爷 就说公主不见了 快去 那名歌姬和琴客小马 只能吸引李谦一时的注意 当他发现被骗的时候 一定会尽全力来追击我 但他一定没有想到 我不仅没有加快出城 反而往回走 等他发现自己被骗之后 已经来不及了 李谦向来阻止多谋 只不过 你是他最在意的人 他自然会大势分寸 不过 真相如何 从他冷落我 质疑我 甚至是禁锢我的时候 就没有必要再走下去了 宝妮 如果真正喜欢一个人时 会迷失自我 丧失理智 何况这件事 不可能是真 就算是真的 也一定会抛下一切仇恨 看来 对李谦而言 在他心中你没有那么重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